大家好,我是刚哥,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印度的一名少女和狗结婚,究竟是心里的变态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原因? 印度,大家都知道,是一个神奇的国家,每天都在发生着一些古怪的事情,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,在他们哪里却觉得一切都很正常。 在不久以前,一位18岁的印度少女竟然和狗结婚,到底是什么原因?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,原来这是印度的一种迷信的风俗习惯,女子到了结婚的年龄以后,长老却告诉她说孩子的身上有恶用, 嫁出去以后会危及到自己的丈夫以及自己的家人,甚至还会凉泪到整个虫子里面的人。 这就是很典型的封建迷信,想要破解的话,只能够找一只流浪的狗接风才可以。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恶用转移到狗的身上,然后才能够找自己的新郎嫁出去。 这一种风俗习惯,每天都在印度发生着。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印度的宗教比较发达,很多的印度人为了封建迷信,生性不移。 其中印度的女性地位的低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所以才会发生今天的这些奇怪的事情。 今天这个话题就和大家讲到这里,我们下次见。